《量寿经》的系数 详细说明 再扩大了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49年所说的一切经 我们能这样去观察 才逐渐对这个佛号功德 有一个概念 功德实实在在 受不尽 诸佛菩萨都受不尽 好看我们凡夫 那么最重要的 要信 真正相信 那么这些菩萨们 他们有缘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说 借习待得 立刻他就得到 清净 啊 怎么清净 他明白了 他觉悟了 他看破了 了解宇宙 助发的实相 这是砍破 解脱了 解脱了 这是放下 啊 得自在了 事出世界 一切法 可以受用 不可以放在心上 我们的错误 就是把它放在心上 佛菩萨 所以他的受用 很自在 我们的受用 没有他那么自在 普等三昧 就是平等 佛经上的等 多半 都是平等的意思 普等 就是一切平等 啊 我们 跟一切人 平等 跟一切动物 平等 跟一切植物 也平等 跟山和大地 树木花草 通通平等 叫普等 那为什么平等 因为这些法 全是从自信 变现出来的 啊 我们 读过 六祖谈经 六祖大使 开悟的时候 最后一句话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何其 是没想到 那自信 是我们的真心 那 整个宇宙 从哪里来的 是我们 真心生的 从真心 出现的 所以真心 才是 真正的造物主 那 一般宗教里面 都说神 造这个宇宙 造一切万法 在佛法里面讲 是自信 那自信 能生 一切万法 那一切万法 就是自信 自信 就是一切万法 所以 一体 整个宇宙 跟我们的关系 是一体 一体 怎么能 不尊敬 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